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90年代经典之中的经典动作片《真实的谎言》 也是国内首部引进的好莱坞大片 影片开始 哈里是隶属于美国欧米嘎情报局的特工 有情报显示 恐怖分子正策划着在美国发动一起恐怖袭击 哈里衣着得体地潜入一个高层人士聚会的地方展开调查 在两个队友的帮助下 哈里成功完成了盗取资料的任务 虽然过程十分惊险 但是身手不凡的哈里毫发无损地与队友会合 在结束了一天惊险刺激的工作后 哈里准时回到了家里 因为工作的特殊性 哈里只好以电脑业务员的身份打掩护 然而不知道这一切的妻子和女儿 却对老爸这个普通的小职员感到些许的不满 不久 哈里和他的队友查到有个艺术品收藏家朱诺 可能打着艺术展览的幌子 帮助恐怖分子进行地下军火交易 于是这次的任务便是对这个朱诺进行调查 哈里将自己假扮成艺术咨询员的身份 与朱诺打琴骂俏以便调查 没想到经验丰富的哈里 还是没能让恐怖组织首领萨利姆幸福 他怀疑哈里极有可能是个间谍 于是在哈里和队友开车回家的路上 萨利姆一行人紧随其后 敏锐的哈里将恐怖分子 引入一家百货商场 双方在商场内的洗手间 展开激烈的对抗 哈里凭借自己的智慧成功解决了 萨利姆身边的两个随从 事件败落的萨利姆决定选择逃跑 他拦下了一辆摩托 随意穿梭在大街上 两人展开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哈里一路将萨利姆追杀到了天台上 五路可逃的萨利姆 孤注一掷地朝对面楼顶的泳池飞驰而去 总算死里逃生 哈里虽尝试着骑马跳过去 可关键时刻黑马却灵笛卖阵 险些要了哈里的命 这哈里爽约了妻子为他准备的庆生晚宴 第二天中午 倍感惭愧的哈里来到妻子的公司 准备接他一起去吃午饭作为弥补 结果发现自己的妻子好像出轨了 哈里找到出轨对象西蒙 才知道西蒙其实是一个骗财骗色的渣男 哈里动用了情报局的资源 来了个梦中捉鳖 再把妻子捉回局里拷问 问妻子是不是还爱着自己 有没有和别人发生关系 最后得到了令自己欣慰的答案 也知道了这么多年来 妻子想要的是什么 为了满足妻子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 哈里决定继续玩这场游戏 他让妻子穿着性感的衣服 给自己跳一支厌舞 就在两人准备欢爱的时候 恐怖分子突然破门而入 直接将两人抓走 绑架到恐怖组织的基地 恐怖分子准备在美国几个重要的城市 放置核弹头 首领萨利姆还利用哈里的妻子 威胁哈里 录制关于恐怖武器的视频 视频录制完后两人就被抓去拷问 经验丰富的哈里 还是带着妻子杀出重围 直接秒杀了这些 想要羞辱她的党羽 妻子也终于知道了哈里的真实身份 但在一群恐怖分子的围剿下 哈里孤立无助 在经过一番激烈交战后 哈里伸手矫健地跳入海里 总算逃过了一劫 但妻子却被抓走成为人质 第二天 哈里带着一帮训练有素的队友 追击恐怖组织 最终哈里加着一架直升机 成功救出了妻子 这时却收到了萨利姆 绑架了他女儿作为人质的消息 爱女心切的哈里 开着战斗机 独身前去救女儿 他与恐怖分子展开了一场 你死我活的搏斗 哈里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敏捷的身手 最终发射出一枚歪打正着的炮弹 消灭了萨利姆和他的恐怖团伙 恐怖组织的阴谋被扼杀后 哈里的生活不仅回到了正轨 身边也收获了一名新客工 妻子陶乐斯 夫妻二人搭档一起 去完成新的任务